HELLO 大家好,我是Bone 今天這支影片要跟大家分享 雙色眼影的四種畫法 在很久以前,我記得好像有一位網友 在我的某一支影片下面有留言說到 想要看一下雙色眼影的畫法 但是過了非常久,大概要一年這麼久吧 前一天才突然想到好像有一則留言 可以來拍一下這個影片 真的很對不起你,我最近才想到 好,回歸正題 其實我剛開始學畫眼妝的時候 我也是從雙色眼影開始買,然後開始畫 因為基本上市面上的那種6色、12色大眼影盤 對於剛開始是新手的我來講的話 是有點困難的,因為我不會配色 所以其實還蠻建議大家可以從雙色眼影開始下手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四個眼妝都非常的簡單 然後都只有使用兩個顏色 所以新手們,你們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好,那我們話不多說,趕快來看一下今天的分享吧 首先呢,我們先從最簡單的畫法來看 先使用呢,淺色大面積的上在眼窩的地方 那這時候呢,我們可以使用大一點的眼影刷 等上色上的差不多的時候呢,我們可以用眼影刷的最前端 來把邊界給暈染開來 接下來呢,我們使用一樣的淺色呢 大面積的上在整個下眼影的部分 這時候呢,我們可以搭配比較細扁的刷子 接下來呢,以手指呢,沾取深色上在眼褶內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上深色的方式呢,是從眼尾 然後再往前 這樣子呢,眼尾也可以製造一點自然的深邃感 拿出剛剛的刷子呢,把邊界給暈開來 這樣子呢,才會有自然完美又漂亮的漸層 最後一個步驟呢,就是沾取深色沿著睫毛的根部呢 來加強一下 這樣子的畫法呢,很日常 然後放大眼睛的效果也很好喔 第二個畫法呢,是加強眼尾深邃度的畫法 那我們一樣先沾取淺色以按壓的方式 上在整個眼窩內 然後呢,再把顏色給暈開來 暈得差不多之後呢,使用刷具的前端 讓它整個邊界呢,更加的自然 下眼影的部分的前半段呢 我們使用淺色呢,來做打亮臥蠶的步驟 接下來呢,沾取深色 從眼尾呢,開始慢慢的往前暈染 那範圍大概就是眼皮的三分之一 慢慢的暈,大家不用急 那我的範圍大概會超過眼褶一點點 不會超過太多 眼尾的後三分之一處呢 使用深色來加強跟上眼皮的眼尾做個連結 這樣子眼妝就完成了 這個畫法呢,整個眼尾的深邃度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也是我最常使用的畫法 第三個畫法呢,我覺得也蠻簡單的 但是呢,暈染技巧可能要再好一點點 我們沾取深色呢,由眼尾慢慢的暈染到整個眼窩內 那這時候呢,大家一定要慢慢的暈 然後一樣是從眼尾開始往前慢慢的堆疊 眼折內呢,我們可以加強一下 然後呢,再使用一支乾淨的暈染刷呢 把邊界給暈染開來 接下來呢,沾取淺色呢 打亮在眼頭的部分 以及整個下眼影都是使用淺色 那我搭配的刷具呢,一樣是鉛筆型的 眼尾的地方,大家一定要記得做好連結 這樣子眼妝就完成了 真的很簡單喔 又快速 一分鐘讓你的眼妝都完成 最後一個眼妝呢,是我覺得難度比較高一點點的眼妝 就是那種內包式的眼妝 我們先沾取深色呢,由眼尾開始往前暈染 大家切記呢,要慢慢少量多次的暈 那暈到大概眼尾三分之一處 那眼折再高一些些的地方就可以了 眼頭的地方呢,也是三分之一 就剛好眼睛分三分,中間內分不要上這樣子 這樣說有沒有清楚又明白 那眼尾的後三分之一處呢 我們是沾取深色呢 來把它加強一下 接下來呢,我們就用手指沾取淺色呢 上在眼睛的中間 不是,眼皮的中間 由下往上慢慢的暈染 接下來呢,拿出暈染刷 把邊界給暈開來 那這時候呢,我會把這些剩下的魚粉帶到眼窩處 眼頭的地方呢,使用淺色來打亮一下 這樣子眼妝就很快速的完成了 那因為這次呢,我的眼影色系挑的是比較相近 所以它的那個落差感會比較少一點 那假如說你的顏色會比較跳的話 整個畫起來感覺會更好看 那這種畫法呢,我覺得會讓眼睛看起來更圓潤 所以想要圓眼睛的朋友呢,可以試試看這樣子的畫法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四個眼妝的分享 希望這四個眼妝呢,對你們會有幫助 那大家可以藉由多練習 那練習久之後呢,你們就可以往那種六色、十二色的大眼影盤賣進囉 好,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 想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我自己做的非常醜的筆記 登登! 有沒有很醜? 看得出來是眼睛嗎? 就是我這次畫的眼影的方法,有沒有 超級醜 希望大家不要取笑我的草稿 因為基本上本人沒有什麼繪畫天分 好,我們下次再見,掰 Whatever you gonna say me